台北市的切到点位资讯 主要我们是已经把两个栏位的资料给做出来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首先的话当然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资料从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去找到这个 这个资料的话其实还蛮好找的 当然你想要了解相关台北市 当然不是只有台北市 全省其他的直辖市 或者是中央政府 其实也都有提供类似的这种开放资料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取得资料之后 当然取得资料它给你的资料 通常会是一个原始资料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做后续的处理的话 那这个资料是不见得可以用的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做一些统计分析 想要从台北市应该是警察局提供的资料里面 我想知道住宅切到按键里面 哪一个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OK 那当然第一个我需要在这个栏位里面 上礼拜有讲过 就插入一个栏位 栏位的话也叫区好了 OK 因为刚好这个区的这个位置比较单纯 刚好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在第四个字 里面我要取三个字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参数带进来的话 那其实只要用一个函数叫MID 把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这个讯息提供给MID 那它就会帮我把我要哪一区的这个资料 帮我把它带出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哪一条路 那因为上个礼拜有提到 它是在哪一条路 这个讯息呢 它比较不是那么确定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只需要某个栏位 地址里面的某些资料的话 那这个资料它有一个规则 所以你可能要 当然以后遇到这个类似的状况 你可能要先把规则找出来 它可能规则就是前面的字 可能哦 因为地址的规则一定是台北市哪一区 那区的话有时候会有里 那里的后面其实也有可能会有零 那如果说假设我们要把这个后面的资料 比如说像里的话就是这个装进度 那所以呢我只要知道这个第一个资料是没有里 所以我就找区 然后呢第二个资料的话呢有里 没有零 所以我找里当成开头 那也就是说找到这个字的下一个字 就是我要的开头 然后尾巴的话呢它有可能是路 有可能是接 有可能是道 所以呢我们其实就做了几个动作 第一个的话 基本上呢 这个公式相当冗长 那当然也不是一次做完的啦 那我们可以分阶段 第一个是什么呢 可以先去找什么 找那个 我们用fine函数 去找什么呢 找零这个字 所以这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底下的话 在哪边好像记得是在 有些是有零 有些没有零 大部分都没有零 有些有零的话 那你就把那个零找出来 所以第一个先找fine零 OK 那如果呢有零的话呢 就找到零的位置 然后呢 但是呢假设没有零的话 所以外面再用fine零 再把这个公式 我是把它剪下来 贴上去 放在这个位置 那外面包一个fine零 fine零是说如果找不到 因为如果假设找不到零的话 那接下来去找理 所以其实后面这个讯息 就是通常是如果发生错误 一直说找不到 那就找理 那如果找不到理的话呢 那就再找区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公式 基本上呢 其实就是零里区 OK 那后面加1 为什么加1 因为我要的字 是在这个字的后一个字 比如说像中山区 我要新开始 所以这个 新这个位置 就要加1 那后面的话 就是说哪一条路 所以哪一条路就是 我这个地方 其实是把前面零里区的公式 贴到后面 其实基本上一模一样 只是差别是路接到 因为它的规则 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路接到 然后它的位置呢 从这个位置 剪掉前面的位置 那就是这四个字 OK 那我就知道说 从这个区的后一个字 取四个字 然后呢 帮我把资料呢 放到这边来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你就把它向下填满 那基本上呢 我们区 好 路接到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把后面 第一个这个 请你们把这个 第一个工作表 把它存 把它改一下那个工作表名叫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我基本上需要用两个函数的公式 得到我要的结果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请各位把这个工作表复制 复制我前面讲的嘛 拖拉加Ctrl键 好 有没有 这样子 它就多了一个嘛 你把它点两下 改成叫聚集 那为什么聚集呢 我这边底下 请各位就试一下 就是跟前面一样 我希望呢 把刚刚的动作 变成两个按钮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清除掉它 清除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 可以录制一个公式 把它录下来 实际上这个录制的部分 跟前面一样 所以细节的部分 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 那一样开发人员 那清除聚集的话呢 其实动作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怎么做 这个这个是产生路线 那其实我是建议 你录制的话 刚刚刚就两个一起录制吧 你就不用再 先区再录接到 这样感觉好像有点多时 干脆就一起 那做法的话 基本上你就先一样嘛 先录制聚集先彩排 那录制之前的话 你假设我要一个按钮 叫产生区跟录好了 可以这个名称自己定也可以 然后呢 这个按钮的动作 你也可以彩排 第一个动作是 游标先放在1,2 有没有 然后呢 上面点一下打勾 然后向下填满 再把游标放在F2 有没有 一样游标放在上面打个勾 然后向下填满 那也就是把这两个栏位的动作 录制聚集下来 然后就停止录制了 OK 然后停止录制的话 再加一个按钮 另外的话清除 清除的话 我建议你做的动作可以这样嘛 因为前面我们是一栏的向下 我们是Ctrl Shift向下 可是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要两栏 我是建议 第一个动作先什么 先选1,2跟F2 就是选两栏 那一样的动作 Ctrl Shift向下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自动帮你选到 这个栏位的最下方 然后你再按Delete OK 然后呢 就分别把刚刚彩排的动作 录制下来 变成两个按钮 那最后做出来 应该可以看到 得到结果应该这样 按下它 这个就OK 按下它就清楚 OK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好了 函数跟聚集部分先完成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看 有关就是VBA VBA比较困难 因为VBA是自己写的 然后再来就是 清除资料 然后再把公司丢过来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 因为资料量 其实还蛮大的 3000多笔 所以跑起来会比较慢一些些 不过你会发现 输出公式 好像久一点 如果我今天假设 用那个路接到这个 稍微会快一些些 两个比起来的话 下面的方法会比较快一些 OK 几乎没有等待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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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